近期台风肆虐 暴雨漫灌 不少朋友的车都惨遭不测 变成水烟车 那么水烟车怎么理赔 汽车保险有多少种 分别是什么意思 保险如何搭配性价比最高 出了事情到底要不要保保险 保险如何理赔 为了给大家解惑 我这期视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输入 从投保到理赔的一条龙服务 并将其做成视频以及万字PDF知识手册 感兴趣的可以查看评论区置顶领取 这次是真的很累 所以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关注加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好 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先说水烟车 情况分为两种 买了车损险的和没买的 没买的那就需要自己掏钱修车或者换车了 买了的情况也分两种 车还在的 即是向保险公司报案 并告知车辆位置及水烟程度 同时在安全的情况下拍摄车辆的水烟照片 作为后期定损的证据 根据石城县的政府公开信息 水烟车的程度一般分为三个级别 第一是地板轻微渗水 轮毂半数以上墨水 第二类是地板严重渗水 水深超过了挡霸以上 接近仪表台 第三类是积水超过仪表台 甚至慢过车顶 如果你的车辆是在付费停车场 那么因为收费停车场 有义务负责维护停在其中的车辆安全 所以下雨导致收费停车场的车辆受损 车主可以找到停车场管理单位要求赔偿 而不是保险公司 车被水冲走了的 首先向保险公司报案 水灯正常以后 尝试寻找车辆 等材料后 再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如果你的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 切记不要重启发动机 因为任何情况下 二次启动导致的发动机进水 保险公司都是不赔的 但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额外注意了 雨天机的关闭自动启停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先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候 再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请求拖车以及开展后续理赔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保险的重要性了 但是相比于具体的保险 我觉得选择合适的保险渠道更为重要 毕竟谁也不想买了保险之后 这也不赔 那也不赔 保险的投保方式一般分为三种 CS店保险公司代理 CS店的好处就是方便 一般还会赠送保养券之类的东西 出了啥事丢给CS店处理就行 但同样你得为CS店服务买单 这也是为什么在CS店上保险会贵一些的原因 而且CS店可选择的保险公司有限 不一定会有你中意的保险公司 如果你打算自己找保险公司的话 就需要综合考量一下你的意向保险公司了 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同 所以我这里就找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的2018年度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 供大家参考 这个评价体系由电话呼入人工接通率 理赔货赔率 投诉率等八个定量指标进行计分 最终的成绩如图 保险公司分别分为电话车险 网络车险 线下车险 因为属于直销价格相对透明 但即使是同一家保险公司 不同渠道之间也属于竞争关系 所以在价格优惠或者赠品上会有所区别 还请大家仔细对比 代理其实就是保险中介 代理的价格一般来说是最低的 但水也蛮深的 新车主不推荐尝试 因为代理的水平和专业素质比较难保障 在确定好自己几家异项公司之后就需要进行产品对比了 保险分别为交强险和商业险 交强险是必买的 不买不让上路 家用六座以下为950元 在谁那里买都一样 交强险只赔付别人 而且还金额有限最多20万 要知道现在的死亡赔偿金基本都在100万家 就拿浙江举例 二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268元 那死亡赔偿金也就是142.536万 如果只是买了交强险的话 这剩下的120多万是要我们自己出的 所以商业险才是各家的重点 商业险没有硬性要求 主要还是看大家的经济实力 目前商业险分为主险和副家险 主险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一样 分为车损险三折险座位险 简单来说车损险负责修自己的车 三者负责赔偿对方的损失 作为险赔偿自己车上的人 车损险的保额就是车辆的价值 车越贵保费越高 三者险目前最高可以买到1000万 一般来说没有必要 如果是在大城市的话 因为豪车多以及人身损害赔偿金也高 所以最好买到300万 作为险的话性价比不高 只有在本车因驾驶员责任造成的事故 才会赔偿车上人员的人身伤害 如果是对方车辆的责任 作为险不赔偿由对方赔付 如果想要找平T的话 我更加推荐下城险 它是不限事故责任方 它分为两种指定车或者指定人 如果自己开车比较多 那就可以指定车 这样无论车上坐了谁都可以赔付 如果自己坐车比较多 那么就可以指定人 这样无论坐谁的车都可以赔付 在附加险中 心理员和燃油车就有些区别了 心理员车型多出了三个附加险 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自用充电桩损失险 自用充电桩责任保险 在其他的附加险中 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 只有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 和医保外医疗责任险 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的 法定节假日 除了元旦春节这种节假日以外 还包含了周末 但是不包括因调袖而形成的 周六周日工作日 总的来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医保外医疗责任险 是因为无论是三折险还是坐位险 只要是医保外的用药 都是不赔付的 所以就需要单独买一个 医保外医疗责任险承担这一笔费用 我不推荐购买的附加险也有两个 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 发动机进水损坏除外特约条款 这两个都是可以通过 牺牲自身的部分权益 来换取一部分保费的减少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不值 这里我也简单的给出了三个方案 供大家参考 要是副格的话 上全险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如果不是新车的话 一定不要脱保 脱保以后买保险 保险公司就要来查车了 比较麻烦 第二不要超额投保 或者不足额投保 简单来说就是 10万的车买了20万的保险 叫做超额 因为多买多赔 20万的车只买了10万的保险 叫做不足额 保险法第39条规定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 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 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 与保险价值的比例 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认真检查保险单 除了核对内容以外 还需要鉴别真为 以及保险生效时间 一般来说 保单都有防围底纹 以及保监会监制 以及销售地点的批注 保险生效时间 多为第二天零点 最后一点 认真审阅核对保险单证 看单军第三年 是否采用了白色无碳 副鞋纸印刷 和加印浅褐色防围底纹 左上角是否印 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监制字样 右上角是否印有 现在时间省销售字样 如果没有可拒绝签单 这里还要说一下 就是保费这个东西 现在因人而异 就算是同一辆车 开的人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 保费都会有所差异 这是因为目前的商业线 保费由四个系数决定 自主核保系数 保险公司会根据 价龄 性别 年龄 车型 行事里程 市场保有量 以及国产或进口等方面 预估你的保险风险 自主渠道系数 保险公司会根据 自己的基因情况 以及不同渠道的业务 综合成本率 来确定这一系数 以上两点是基本 我们无法左右的 但是后面两点 和我们自己关系很大 NDC系数 保险公司会查看 近几年你的出险情况 如果你一直遵纪手法 连续五年没有出险记录 那么你的NDC系数 就会被降至0.4 如果五年中 出险次数非常多 达到了十次以上 那么NDC系数 就会飙升至三 想要知道自己的NDC系数 可以通过车险信息平台 统一查询 交通违法系数 和NDC系数类似 只不过是看的是 交通违法次数 如果你经常不遵守交通规则 扣分吃罚单 那么你的系数就会增加 通过这个系数 也是能明显的看出 中宝鞋是非常鼓励 大家出行 遵守交通规则的 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既然NDC决定 我们保费的价格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出险才划算呢 首先我们说 没有发生人伤的情况 因为交强险和商业险 是分开计算的 交强险要是在 一到三年内 没有出个险 保费就会降低 10%到30% 也就是855 760 665元 这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使用交强险 保费也就上涨 95到285元 所以优先使用交强险 要是300元以内可以搞定 那么就不需要走交强险 可以考虑私了 但是私了也不是说 塞钱就完事了 还是需要留下证据 除了拍摄事故的照片 或者视频以外 还需要双方签署一个 机动车交通事故 快速处理协议书 防止后续扯皮 但交强险只能赔别人的车子 咱们自己的车子 只能走商业险 同样超过多少钱 走商业险才划算呢 这里我们以15万的车子举例 一般来说 第一年的商业险价格 会在3000左右 要是一到三年内没有出险 同样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打折变为2550 2100 1800元 也就是第二年保费 可能会上涨450到1200元 如果是新车的话 我的建议是在700元以上 考虑走保险 如果只是小刮蹭 那就无所谓了 塞斯店补气 不是按照划痕数算的 而是按照覆盖件算的 只要在一个面内 不管是一到还是十到 都是一个价 如果你的记录十分良好 三年都没有出过险 那么这个钱 就会提升至1500元 1500元以内自己修 超过了就报保险 更加划算 假设你确定要报保险之后 首先向保险公司和交警报案 等交警处理 开具责任认定书 判定为全责主要责任 同等责任 次要责任 责任划分不同 保险理赔的比例也会不同 报案之后 也不是说啥也不用做了 在等待保险和交警的时候 也可以对现场的情况进行拍照 从车头到车尾 碰撞部分在拍的时候 一定要将车排号排清楚 记住只有定损员 对车辆碰撞和事故现场 进行综合分析后 对车辆进行估损定价后 才可以去修车 如果按照事故性质 可以分为单方事故和双方事故 单方就是你撞电线杆 撞花坛等等 拍完照后 让定损员勘察现场 如果事故严重的话 就让交警来处理 主要是为事故的真实性 做一下背书 双方事故 就是和对方发生了事故 并且对当前事故责任划分 产生了分歧 就要理赔源的同时 也要让交警认定责任 并保存好认定书 根据责任划分进行保险 在完成报案和勘察定损后 我们需要根据定损结果 填写有关索赔单证 交给保险公司 营业部会审核索赔单证 不全的单子会不会退回 齐全的保险公司 会在出险报告书上签收 并且要将黄色连交给我们 签收后 和培科会进行再次审核 审核单证手续齐全的 在交接本上签收 预计在三个工作日内签算完毕 给和培科负责任复合后 再上报给领导进行审批 审批完之后 财务会根据理赔源理赔后 并审批之后的金额 打到你指定的银行账户 并在财务对培付确认后 除培款收据和计算出红色连外 其他的收回 这个时候你的保险才算走完了 这个是在没有出现人伤的情况下的保险 一旦出现了人伤 事情就会复杂了很多 如要不要去验探望 需不需要电钱 怎么理赔更省心 首先出了事故一定不能逃逸 一旦被认为交通逃逸 不仅会从重处罚 还可能触犯刑事责任 不要主动揽则 原因有两点 首先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骗保 第二 在伤者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主动揽则 要是伤者伤势加重 不幸去世 轻则违反交通法 扣分扣证 重则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一方伤势较轻 在交警认定责任后 伤者要求直接赔偿 除了转账以外 还需要伤者手写收条 需要报案出现时间 地点车牌 伤者姓名 身份证号 协商金额 以及本次交通事故 产生的所有权益义务终结 并保存好付款凭证 如果事故严重的 比如一方需要住院 我的建议是 赵氏芳陪同前往医院比较合适 并且还有利于后续的调节 如果伤者昏迷 无法联系家属 赵氏芳最好一同前往医院 用交强险 按责任限额 进行医疗费垫付 如果交强险额读 用完之后 就是用三折险进行垫付 但申请垫付 也是要有要求的 需要向保养公司提供以下材料 交警开具的事故认定书 或垫付通知书 有效驾驶证 行驶证 运营车辆 及特种车需有效从业资格证 被保险人与伤者的身份证复印钱 医院诊断 及费用预估证明材料的原件 复印件是没有办法报销的 医院账号 开户名 开户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务必关注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